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人蓝星梅 梳起淘金银 众星云集 四大咖投资KIKI餐厅 但这明星光环黯然褪色 其中开业近二十年的复兴旗舰店 六月十六号起暂时停止营业 会觉得价位有点高 菜色其实就是真的还好 因为特别有特色 那可能一开始就是照着她的明星的名气 这一波的疫情影响 所以造成她可能经营不善吧 主打川菜餐厅的KIKI餐厅 为主一级战区竞争激烈 但营收底部贫店租 再加上疫情的致命一级 收的不止复兴店 早在四月初 成品新版店就宣布占领营业三个月 对于全盛时期旧家店年获利铺亿元 收到只剩三家咬牙苦撑 联锁餐厅残痛退场 试图止血 以连锁业来讲 它的连锁的家属其实还不太够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讲到六到十家以上的餐厅 它会是一个正好处在一个比较危险到安全期 它现在的成本还是更偏高的情况 灯光柔和装潢华丽 香槟餐旅集团旗下的朵宜牛排餐厅也要吹席灯号 其中社福店三月一号就结束营业 北社旁的金站店六月十号也要收摊 业者虽然回应并非疫情因素 但专家直言免不了都是冲击 专家认为就算疫情回稳 餐饮业还得经历阵痛期 后续如何回稳不屑 恐怕又是一场硬仗 记得黄志杰周云台北长报道